狂犯业绩这个故障很多人都会碰到 今天我就用今天告诉你们 这个故障的常见的问题 准确率80%以上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故障 混档电池拔C或者混档电池拔D 电路电压杆 这种问题的话大多数是电池阀问题 这种电池阀本身短路故障导致的 第二个常见的故障混档电池阀电压D 这种故障的话 往往会伴随着挂挡的时候蹬错 挂挡蹬错或者刹车的时候蹬错 这种情况的话大多数因为电脑板内部损快 就我们只要维修或者更换电脑板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三个常见的问题 就是压力控制电池阀性能或者固定关断 就是这个电池阀 这个问题的话大多是因为变速箱的压力不够 导致它固定关断 一般是驴油片磨损或者活塞老化这些问题 一般出现压力控制电池阀性能或者固定关断的话 这种情况的话都要维修变速箱了 第四种常见的问题 或打电池阀性能或者固定关闭 这种问题的话引起的范围比较广 一般的有变速箱的油味不够 活塞老化还有法体卡带或者电脑板故障 这些大家都会引起 或者打电池阀性能或者固定关闭 这些都是老丰田变速箱长夜故障 记得点赞收场